曾几何时,钢比亚的总统叫嚣要以一千人部队踏平中国 言论一出,立刻让这个非洲弹丸小国名声大噪 不过都是负面的 网友纷纷嘲讽,这个总统不知天高地厚 就在网友讨论是钢比亚大一些还是梵蒂冈更厉害一些的时候 欧洲有一个小国正在闷声发大财 国土面积只有550平方米 却能做到不限量的卖爵位和领土 大家好,我是海风君 与你不期而遇,带你周游全球 这个所谓的西兰公国其实就是一个自封的私人国家 并不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 该国位于英吉利海峡,距离萨福克郡海岸以东10公里处 它既不是人工岛,也不是礁石岛 而是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废弃人造建筑,名叫怒涛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为了保护港口免受德国空军的轰叉 英国皇家海军开始在英格兰开工建造怒涛堡垒 怒涛堡垒的底部是一艘舶船 舶船上的两座高塔将舶船与顶部的甲板相连 建筑物都坐落在甲板上 二战结束后,怒涛塔连着舶船被拖到了萨福克郡外海上 凿沉之后的怒涛塔大部分建筑被海水淹没 只有上半部分的一块钢铁平台还在海面上 又小又简陋,面积大约550平方米 上个世纪60年代,由于电视还没有普及 人们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收听广播 正规的广播没有非法广播好听 所以出现了很多非法广播站,也叫海岛广播站 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查 一些商人就把目光投上了这些被遗弃的海上堡垒 当时的英国退役陆军少校罗伊贝茨 占领了怒涛塔 本来也想做非法广播站的生意 可惜很快被英国政府查办处理了 由于他出身军武,略懂法律不说 想法也是很大胆 他索性宣布,在这个人工建筑物上成立一个国家 叫做西兰公国 建国之初人口笼共就他们一家四口 这四个人当中,罗伊是国王兼元首 罗伊的妻子是王妃 他的儿子是迈克尔王子 女儿是夏鲁特公主 人口少,国土更少 一片土地都没有 除了550平的钢铁架子 还有的部分海域 不过不要小看这个国家小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西兰公国不但有自己的行政体系 还颁布了法律 发行过自己的货币和邮票 并设计了国旗和国歌 当然这一切首先就不被英国政府承认 毕竟这怒涛塔本就是英国的 而且还在英国的家门口 当罗伊宣布怒涛塔独立 不再受英国政府管辖后 英国首相大怒 派了英国皇家海军驱逐罗伊一家人 当英国皇家海军的巡逻车 驶进该海域时 罗伊和儿子向英国海军 迎枪示警并投掷燃烧瓶 驱逐英国海军 罗伊告知这些英国海军 他们非法进入了西兰公国的领海 必须马上撤离 英国海军又好气又好笑 直接强制性把罗伊带到了英国法庭上 但是结果却出乎人们意料 法官认为 这个海上平台处于英国的管辖范围之外 因为当时的英国只对六英里的海域具有管辖权 所以法官宣判罗伊无罪 英国政府方面考虑到罗伊是二战时期的功勋 虽不承认西兰公国 但也没有继续跟罗伊较真了 罗伊经此一事 西兰公国算是彻底出了名 罗伊自认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开始发行邮票和货币 货币正面是罗伊亲王的头像 被面为西兰公国的国徽货币与美元等价 由于西兰公国没有实体经济 货币没有办法流通 但它是用贵金属铸造 在二级市场有收藏价值 被一些收藏家炒作过后 价值反而超过了面值 罗伊还制作了护照 只要购买了这种价值10美元的护照 就可以成为西兰公国的公民 只是这些护照没办法去其他国家使用 罗伊亲王一家去国外旅游 还得使用英国的护照 但是可以凭借护照自由进入西兰公国 虽然国家不大 上去玩一玩转一转也是可以的 如果要到达西兰公国只能是坐船 由于这个海上平台很高 当乘船到达后 要使用一个电动吊栏 把来访者吊上平台 不要以为这些护照没人买 买的人还挺多的 买家大多是东欧人 加上罗伊不停地游走欧洲各个国家 希望这些国家能承认西兰公国 并建立外交关系 所以引起了欧洲的广泛关注 巅峰时期 罗伊半卖半送印刷了15万本护照 罗伊靠着这些骚操作 不仅打响了西兰公国的名头 还大赚了一笔 但是麻烦也随之而来 大量的护照流出 以至于牵扯到一些国际案件 罗伊时常要奔走国际法庭 为自己辩护 甚至闹出了叛国与平叛的有趣一幕 1978年 一个叫阿亨巴赫的德国退休教授 也看上了西兰公国强大的吸金能力 他先是购买了罗伊发行的护照 成为西兰公国的合法公民 花了2000英镑 买下西兰公国首相一职 随后趁罗伊和妻子在英国休假期间 联合几个荷兰的黑帮成员发生了政变 他们先是用快艇和直升机攻占了怒涛塔 然后劫持迈克尔王子做人质 阿亨巴赫又宣布罗伊亲王被罢免 理由是 罗伊涉嫌出售西兰公国 这违反了西兰公国的宪法 随即任命自己为国家最高元首 这可气坏了罗伊老国王 立马联合自己的老战友和几个雇佣兵 利用一辆直升机去评判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 罗伊重新夺回怒涛塔的控制权 并俘虏了阿亨巴赫 阿亨巴赫被指控为叛国战犯 关在了怒涛塔上 德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设法让罗伊亲王放人时 却被英国政府拒绝了 理由是 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 还援引了1968年的案例 德国政府无奈 正好派了一个外交官去跟罗伊谈判 在经过数周的谈判 和缴纳大笔的保时金之后 阿亨巴赫终于被放回了德国 不过这货还是不老实 竟然在德国组织了流亡政府来对抗罗伊亲王 不但继续宣称 自己是西兰公国的最高元首 还联合外国公司 大量印发西兰公国的护照来牟利 为了省去麻烦 罗伊干脆宣布以前的所有护照作废 如今拿到西兰公国护照的才500人 如今的西兰公国在经历一次大火过后 被继任的迈克尔王子重新修剪 打造成了一个旅游观光景点 继续做起了售卖护照和领土的生意 只要花上30英镑 就可以获得西兰公国的爵位 如果想要再来点私人领土 就得多付20英镑 因为不知道购买的领土面积的大小 理论上他们是可以一直售卖的 只要有人付款 你会不会以为只有傻瓜才会购买呢 事实上迈克尔一家 每年靠这个可以获利数十万英镑 妥妥的人生巅峰 据了解 我国有人买了西兰公国的爵位 据说是微商团队 这个所谓的爵位不过是一场闹剧和噱头 不过微商买这个 好像挺符合他们的作风